李小璐第一次把甜心骂哭 背后的原因却让人感动 李小璐贾乃亮和女儿甜心一家三口 一直是幸福温馨起了融融 但是今天早上李小璐却发文称 自己第一次把甜心给骂哭了 但看到她的解释 不少网友却觉得很感动 李小璐发文说 昨天因为学习英文 我第一次严厉的管制了甜心 她开始跟我又哭又闹 后来含着泪念完了句子 我给她大大的拥抱 第二天我还在为自己的严厉而感到内疚 可是我发现在严厉的情况下 同时找到了教她的校门 她也很快学会了 妈妈因为没上过大学 至今遗憾 等到高考那一天 也许我就是门口等待你考试的妈妈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李小璐在文中说 自己没上过大学一直很遗憾 因此不想在甜心的学习上放松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少网友看到都被李小璐的母爱所担用了